你好啊,梅花肉 你好啊,小熊熊 要不要去玩? 跟爸爸去玩? 要玩 来,跟那家打个招呼来 叔叔,阿姨给我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罗伊萱 大家好,我是罗伊贝 大家好,我是永哥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前段时间我不是说要赚两个猪回来嘛 然后猪件都看好了 这段时间一直忙土地的事情 就给搁置了 我妈也说把这段时间忙完些 然后刚好这两天 那个猪肉的价格就反弹了 好多地方的价格都上涨了 反正我这里是涨了三块银金 有些朋友那里要涨了三、四块银金 然后我朋友前几天 我去他那里拿那个真空袋的时候 他也说他要抓那个小猪回来咬 当时我还想让他等几天跟我一起去 然后今天我打电话给他 我准备叫他一起去干的时候 他把他抓回来了 抓了二十多只 总共好像是十几斤一只吧 但是我价格还蛮贵的 我现在过去看一下 看到底是什么价格 先过去了解一下 他说我如果实在要的话 去他那里分几只给我 我现在带着两个小家伙 我先去看一下 走了 薛 贝走啊 坐好就上安全带我们出发了啊 好啊 爸爸 哎 我要这下安全带变成小神猫 好 到了到了 就这个朋友家里 之前小北视频里面出现过 你跟妹妹在这里玩啊 爸爸跟这个叔叔去看一下猪 你这个多少头 还是的 你今天准备熏这么多辣的吧 那仰仔 早上去买一点 我自己买的起来 我都仰得到 我就买那个生猪肉是吧 嗯 就杀来直接在网上打真空包的样子 嗯 这个也可以啊 你上次说的我也想了一下 这个的确可以 毕竟我们是养那种 不是喂食调嘛 小猪菜喂一点食调 小猪菜肯定要喂一点食调 但是后期就不用喂食调了嘛 嗯 我觉得这个空盘子就这样啃了啊 嗯 这个多少斤一头 十几斤 这个大的差不多十八九斤 十八九斤 嗯 小的十五六斤 这个猪筋只搞得好 嗯 干净嘛 干净又凉快 嗯 那你今天这样子是准备大搞了啊 没有 这个到此刻 把一点小猪给装进老乡喂点 你准备总共抓多少 我自己喂几头就行啊 喂这么多喂不了啊 这个没那么多粮食来喂啊 你这个总共多少钱一头嘛 这个的话 是五百块钱一头刮的 那到时候我就从你这里飞 我回去把那个猪筋 搞出来 可以啊 反正正好养不了这么多 如果这价格的话 我感觉比这个北方那边那个小猪价格贵好 不多啊 北方和这三区不平啊 北方那边可能那种大型养住场那个比较多 我们这边三区养住这些东西并不多 那边那种三十公斤的才七百多八百多 这种四五百的那边已经有十五公斤了 五个差别也不大 因为我们这边的热的这个很多都是北方那边拉过来的 我们北地的这个猪供应 供应 供应不了这个当地这个买这个需求啊 我就是也是 是养体的这个储处给我们家的一些粉丝们 到这里来添点的 因为我也是在网上教授这个农场品 你现在那个魔宝做的怎么样 反正冬天是做一些手工具体呢 反正做一些当地的一些绿色的一些食品 所以说我们家这些粉丝也说要买点这个真正的这些土豆肉吃 我也来给你取经啊 今年我要给你也要搞大一点 相互学习 相互一起进步 反正在家里 在家带小孩 不要出外打工 我也三个小孩 你也两个小孩 也就是这样子 出去不了 大家好 朋友们知道 这个是位伟大的奶爸 三个小孩 在家里农村 你在家里有四五人 三年多 养着老婆 养着孩子 养着家庭 就靠着那个魔宝上面一个店铺 所以我要跟他学习 我现在也带两个孩子 也跟他一样也吃不去 反正他的经验比较足 那个干黄菜那些 我到时候我也叫我这个朋友 一起陪我去 他经验足一点 到时候一起去收 反正猪肉这个东西 我等一下 我要跟我这个朋友 好好商量一下 大家如果有这个的需求 可以在评论下方 跟我讲一下 我看大家的需求有多大 我朋友说他还养了几只鹅 我去看一下 就养到这个后面 看下他养到多大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给朋友们抓回去 反正有朋友需要鹅 自己去看 好 自己看 招先 你这养牲畜是到处养啊 你在这里还搞个盆子 嗯 你这养了几只鹅 抓了五只 我去看他一只大的呀 大鹅 大鹅追一只啊 那是大鹅 我今天带回去 给大家分了 这个鹅现在的话 种的这个水稻 也不能放 肯定不能放 这放会被邻居骂的 嗯 对 所以说只能圈起来 抽点草啊 喂点粮食 这里也好啊 这里有几根竹子 搞个小盆子 我那个鸡棚我都没时间打 我这里几天我还抽个时间 把鸡棚搞好 我打算养两百只鸡 先慢慢养吧 我也养了五六十只 自己扑的 我现在就六十只 我还打算抓一百只乌鸡 乌鸡的虚虚量蛮大的 嗯 这个真的是好干净啊 好整齐啊 我到时候我也要搞一间 我这就是你的正宫鸡 你这个正宫鸡蛮大的 我这个正宫鸡好小 啊 哪个 你这种也可以干肆 可以吃啊 抽类的 我也经常一直花点这个新鸡的鸡 这种热都可以啊 看这就是我朋友的小孩 两个女儿一个儿子 好幸福啊 这个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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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吧 哈喽 这个小胖宅宅 好可爱 两个小兔鸭 朋友们看 这是不是一个大三哥一个小三哥 哈喽 比个夜呢 给你们就是阿姨打个招呼 这是你自己搞的湿的自己晒的吧 这个不是 这个是我们春游阿姨晒了一点点 我也是在她那里定的 因为自己晒这个王八晒的话 要很很抢时间的 你这半夜 半夜的时候就要晒 晒回来之后赶时间要一锅一锅的烧柴火蒸熟 蒸熟之后要赶时间马上晒 而且的话要一天要注意这个天气 就是稍微那个天气阴凉一点就不行 对 没有大太阳的话 这个菜的话 如果说下点小雨的话 很容易就把这个菜做坏 所以说这种健康的菜不像添加劲的菜 所以说要特别精心的去弄 才能够挨起来 还要天气特别好 才能做出特别优势的这个健康的菜 其中那边好像那个大户人家家里都打了药的 对 他那边的话之前我在那边去看过 他们那种是在回来直接撒添加剂靠太阳 给他这个把添加剂带进去 带进去那种菜的话就不容易变化 就是说他下雨也好 但是那种菜不行 那种菜吃都不行 对 那种菜价格很便宜 他添加了那个化学药品 对对 但就是价格 唯一的就是价格便宜 这种菜的话现在农村里面很少人做这种菜 所以还是得我们自己去散户家里收 这种花菜好漂亮 来来来来来 去我抽的 你们两个听话点 去我抽的 跟我回去 刚刚那两只东西大家就别想了 他不卖 我刚刚问了他 我说我把他抓回去 刚好有两个朋友 他就不卖 他自己从街上买回来 然后养了一年了 这个东西农村里面现在的确难找 这两个人相处的好东西 走跟叔叔回家 好 不是你 你是喊爸爸 爸爸 走了 跟叔叔回家好不好 对不对 到时候带你去叔叔家玩 到时候我跟这个叔叔一起做事 帮他去做事 你也帮他去干活 你爸爸开玩笑的 你千万不要当这样 他这么大的老板 他帮我做事 走了伯伯 回家了 小家伙 拜拜 拜拜 下次再来玩 叫你爸爸 让两只鸽子给叔叔好不好 鸽子你说下蛋给自己吃的 我下次我带个网到我来网 我跟你讲 你不给了 你网不到 我都抓不到现在 好了 那我今天先回去了 改天我们俩好好谈一谈 冬天尤其是冬天那个粉条的事情 我们俩好好聊一聊 冬天尤其是冬天那个粉条的事情 可以 到时候你这间房子还没装修出来 也装修特别干 卫生干净 冬天就跟这个老板做粉条 他家做的粉条是真的干净 而且好吃 冬天就跟这个老板做粉条 保证这个干净 反正 朋友们冬天要粉条的到时候 大量有 我们会大量做 只要不下雨 前提是要出太阳 下雨就做不出来 好了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也要回去了 反正要猪肉的 要粉条的 到时候反正都可以私信我 粉条倒是没有 猪肉 朋友们可以在留言区 就是评论区 给我讲一下 看大家的需求量到底有多大 反正绝对不会是石料猪 好了 今天就先这样了 拜拜 小家伙来给大家拜拜 拜拜 晒得出汤了 晒得太阳 不会 赶紧帮他进去 不然晒黑了 我跟你讲 晒黑了没事 你别让他跟你一样了 哈哈